接下来要带您看的这起社会重案是发生在2019年 一对七十几岁的老夫妻竟然是离奇地死在了家里 而现场的门窗都没有被破坏 屋内的财物也没有损失 那到底是谁犯下了这一起密室杀人案呢 警方初步研判说这凶手应该是熟人 只不过这对夫妻他们年纪都很大了 为人都很和善 而子女也非常孝顺 那么到底是谁要狠心夺病的 俗话说反走过并留下痕迹 采集现场之后发现这凶器是小孩子的衣物 还有一条皮带 而上面也留下了凶手的DNA 调阅监视器之后发现 这杀人的竟然是这一对老夫妻依拉克吉的女婿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要让她杀死自己的越富越美呢 一早八点多 视灵巷弄内显得清幽 不少人都已出门上班 但却有一户人家 整整两天都没开灯 就连下雨了 晒在阳台上的衣服 这对七十岁的老夫妇也没人出来收 奇怪了 会是出远门了吗 那因为她平常都会跟父母有做个联系 也是蛮孝顺的 那所以说她可能觉得奇怪 怎么父母没有对她的一个讯息做个回应 然后担心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发生 所以各天一早她就赶快到达现场想去了解一下 梅林落到父母亲 心急如焚的儿子 一打开家门 看见的竟是一场家庭悲剧 原本一片祥和的巷弄民宅 瞬间拉起了封锁线 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妻离奇城市家中 遭人了比 现场的建筑物 它是有一二楼 其中一个在一楼 另外一个在二楼的房间 死者他们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抵抗 只是说毕竟两位都是老人家 他们的这个岁数 还有他们的生理状况 可能没有办法应付 案发现场门窗都没有被破坏的迹象 也没有财损 警方初步研判 应该是熟人所为 其实一般来说像凶案 可能避免不了情 财 仇这几个部分 那这个案件从基本上来看 就跟财务是没有干系的 因为毕竟下手的算是亲属 那是为了身上的情况 他在所使用的这些新凶的物品 像这个皮带 这个小孩子的衣服 上面 这个都留有范贤本身的一个 他的一个DNA在上面 随后不仅在凶器上采集到了凶手的DNA 周围的监视器也明显拍到了 这位身材魁梧的他 他一手拉着行李箱 另一手却抱着一岁大的婴儿 看起来走得不慌不忙 但画面中这名男子 就是刚刚狠心杀害岳父母的伊拉克籍女婿 原来下手的还真是自己人 他是当年31岁的伊拉克籍嫌犯阿里 虽然是伊拉克人 但阿里在求学阶段非常上进 不但到美国就读英文教育学硕士 求学期间也热于参加足球校队 毕业当天更被选为致辞代表 在美国念书和台湾 相信妻子相视相恋 更在2018年生下了小宝宝定居在日本 只是没有想到 这竟是相信妻子人生噩梦的开端 被害人他在当时他跟阿里是在日本生活 那一开始前面的时候其实婚姻真的很美满 然后也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阿里后来就变得很多疑 然后他其实在这被害人回来台湾之前 他在日本已经被他打过很多次了 然后甚至有非常暴力的在街边拖醒 这样子的行为 那其实对被害人来说 他当时简直是逃回来台湾的 我觉得我们要有这种意识 我们不能让任何的暴力存在 带着一岁孩子逃回台湾 相信妻子却没能脱离丈夫魔爪 因为就在2019年4月 阿里也跟着飞到了台湾 那时候这个被害人他的爸爸妈妈 是想要保护这个女儿 那所以就把他们两个隔开 然后让阿里跟爸爸妈妈一起 但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 是此举近视引狼入室 4月30号这天 阿里想带一岁儿子出门 但岳父不肯 双方发生争执 阿里一气之下竟僵人勒弊 随后林岳母也没放过 这对消息老夫妻退休前都在政府机关上班 在双北更有不少房产 为人低调而且亲切 邻居更说老夫妻曾提及 女儿在日本的生活过得很辛苦 更需要时常会钱资助他们 他的太太都不断地强调说 他就是可能会把小孩子带出警 亲手勒杀了自己岳父母的伊拉克级嫌犯 阿里在犯案之后 是抱着自己的一岁小孩 就来到了桃园国际机场这边 准备要搭机出警 而他的第一站就是日本 而在案发后 刑事局警方也立刻是请求了 国际刑警组织要发布红色通报 但因为台湾不是会员国的身份 就遭到了果断拒绝 这也让抓到阿里的任务 变得是难上甲难 发生了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对被害人来说 他承受压力真的非常大 就是小孩子不见了被带走了 爸爸妈妈走了 那当然就是家里头的人 可能或多或少会 疑惑说你怎么会带这样子的人回来 然后让悲剧在家里头发生 如果是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女子呢 她本身就很出现一种 受暴妇女症候群的现象 她可能低自性 容易出现焦虑 忧郁等等情绪障碍 然后常常在惊恐之中 那第二个呢 她确实这个加害人 把她的父母亲杀死 然后小孩子又从她身边剥夺 那其实她变成生命中 是很多的失去 这种人极容易产生忧郁症的现象 甚至产生创伤后压力障碍的困扰 面临极大的精神压力 但此时相信女子心中最挂念的 是她年仅一岁的宝贝儿子 会被带去哪了呢 整个过程她妈妈都有让我们知道说 就是她真的就是很希望她这个小孩子 可以回到身边这样子 这个阿里她到逃到伊拉克的时候 她持续在跟被害人联络 那一样她这个多疑的性格 仍然没有改变 铁了心要和妻子争监护权 办案后的阿里带着儿子 抵达东京又转机到杜拜 最后才抵达伊拉克 回到她的家乡罗俗尔 几度是精神状况真的很不好 然后就是有提到说 想要就是了结自己的生命 然后也要把小孩子一起带走这样 其实就是大家就是 障碍侦办小组的 大家心理压力其实是蛮大的 杀了人小儿子又哭着找妈妈 让凶险情绪也几乎面临崩溃 台湾这边就怕真出了差错 相信被害人极有可能会痛失爱子 情绪局国际科也决定 展开这一项跨国旧子的重大任务 没有想象中简单 因为光是要去那边取得 要去伊拉克库德自治区的签证 就是一个大问题 不只申请签证是一个问题 台湾的外交处境尤其艰难 和多数国家都没有司法互助协议 伊拉克当地更没有台湾大使馆 要联络到当地的警方 还得透过台商和民间层层帮忙 耗时又费力 最终是有就是有透过澳中那边的帮忙 然后所以有联络到那个伊拉克库德自治区的一位准将 也是他们对外的窗口 对 就是他们国际情组织的对外窗口 最后台湾刑事局找到这位库德自治区的准将 双方对办案的热心突破了语言的隔阂 达成了共识 运用策略让范贤守到勤来 阿里其实对这个被害人的感情 羁绊是很强烈的 后来再慢慢地引导他 给他一个希望 给他一个机会 说那你不可能回来台湾了吗 我懂 那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再回到日本去重新生活 然后带着小朋友 重新开始 那所以那时候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跟他谈判 然后提起他的这个意愿去离开那个伊拉克 他要离境就是跟被害人团圆 所谓的就是团圆 然后所以他 他刚好因为摩苏尔离库德自治区的国际机场 比较近 然后后来就是准将那边 有在库德自治区的那个艾比尔机场 就是有把他逮捕 感谢刑事局国际科 还有库德组的警方 还有当地的台湘的协助 这是大家一起奋斗下来的结果 我很感谢大家 所有帮助我的人我都很感谢 谢谢你们 透过准将和台上的帮忙 让这位妈妈最后能成功跨国和儿子团圆 也让这场人伦悲剧 最后能有圆满结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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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